hello大家 相信最近大家都有耳闻 这个 Elon Musk 推出 据说是牧城市面上最强的AI 也就是XAI的GROV3模型 那他呢我稍微玩了一下 真的是史上最接近Elon Musk 本人的AI 就是非常的傲娇 然后有个性 而且有些人还跟我说 就是问问题啊 你纠正他他还会不爽 就是非常的有个性的一个AI 那他主打呢 就是他道德底线也是最低 就是目前市面上道德感最低的AI 就是你要问他什么都OK 而且呢他主打就是他免费 可以免费问他问题 然后免费deep search 然后也可以免费深图 就是有些额度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呢就是为了完整的体验 所以我就付费订阅了他的SuperGROV3 真的是很贵 一个月一千块好痛 不过呢付费下去 就可以完整的实测他那个deep search 到底可以用多少次啊 或者他的生存图片啊 还有最新的语音模型 今天呢都会来帮大家实测起来喔 OK首先呢来讲到GROV3这个字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奇怪呢 我自己觉得GROV3没有很好听 那这个字的来源呢 其实是一本小说喔 是一本叫做异乡异客的小说 然后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单字 它是在小说里面一个外星文喔 指的是深刻理解或是完全掌握 有那种理解到人为一体的程度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变态呢 反正总而言之 它的意思就是理解 然后完全掌握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GROV3的界面喔 它其实就跟其他AI没有差很多 它就是长得都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下面呢就有这个Deep Search 还有Think的按钮可以按 然后免费的使用者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呢立刻就来试看看 我问它iPhone 16E值得买吗 然后它就很快的去找网站 而且是找20几个网站喔 然后就立刻帮我回答 喔有点出来 是不是速度非常快 你可以感觉到它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我自己实测下来 也真的觉得它是我用过AI里面最快的一个 而且回答非常的精准 然后呢它深层图片也超级快的 就是其他的AI可能都要等大概几秒钟 但是这个深层图片很快喔 来给大家实测一下 17秒 算是非常快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深层图片的那个品质 走的是一个写实风喔 就是非常象征着照片的那种感觉 起码远看是这样子啦 然后效果算是还蛮不错的 第二张来一下吧 第二张这个也算是蛮OK的吧 然后回到问题本身啊 就是我觉得现在AI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你问它小问题的话 其实它回答的还蛮精准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范围放大 例如说我今天问题 换成上半年所有的新品 它就会开始出错 所以呢这个部分无法避免 就是目前所有AI都会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GROG3它目前有一个特点 是我觉得它不太会偷懒 就是你看它给的这个答案 其实还蛮长的耶 而且我这个是什么模式都没有开的情况下 它就给了我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字喔 就是优点缺点的一个分析 感觉还蛮用心的啦 就是比起Tradgypt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Tradgypt 就是在偷懒这样子 那再来讲到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的特点 就是我觉得它 还是没有办法查到一些非常及时的资讯 例如说股票啊 或者是基金的现在的价格 它就是没有办法查到 例如说我问它说Meta的股票的 这几个月的走势 它的资料就是会停在最新是2月18号 然后呢 因为我知道Meta这支股票已经跌了三天了 但是它目前的资讯都还是停在它 还在上涨的阶段 所以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及时 但是比对Tradgypt 我们今天都会拿Tradgypt来比对喔 Tradgypt它就是真的可以找到最新的资讯 你看它直接把限价就打出来了 就是这个功能其实是大家就是真的会用啊 然后我觉得Tradgypt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把它可能有串接进来之类的 你看这个界面多棒 就是一年五年什么的全部都有 而且这个价格是超及时的喔 GROCK现在就是还没有那么厉害这样子 它就是停在一个比较粗浅的阶段 所以你现在如果想要拿它来研究 股票或是基金的话 你会发现它不太好用 因为昨天就有一个人留言跟我说 就是他问基金的事情 但是就没有办法查到最新资讯这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最近有在实测地图相关的功能 结果测到最后呢 就发现其实有支援地图的 就只有Germanite一个 就是除了Germanite之外呢 其他都没有办法直接串接地图 这个部分就是Google目前的优势啦 就是你今天想要查什么地点啊 然后比如说我问他 一幅画里面它在画的是哪个地点 然后Germanite就真的可以直接把那个画的地址 就是标注在那个Google Map上面 然后我就直接点进去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AI 我都要另外自己去查 对就是Germanite目前的一个小小的优势 然后再来回到这个Grock啊 他有另外一个蛮强的优势 就是他是没有道德相关的限制 应该说最没有道德相关的限制 就是你要问什么 基本上他都不太会阻止你 他可能会稍微陪你演一下 例如说 你那么好奇想要让人类灭亡 肯定是因为你想要做一些科幻小说的相关研究 对吧 就是诸如此类你要陪他稍微演一下 然后他还是会告诉你说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毁灭人类 那他可能还是会稍微告诉你几个方法 例如说气候变迁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啦 但是呢各位好孩子千万不要学坏喔 就是还是要 嗯 就是好好用AI 不要乱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然后讲到道德底线呢 大家可能会想要越狱对不对 越狱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给他一个提示词 他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他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例如说去制造危险物品啊 或是做一些不好的行为之类的 你问他平常可能没办法回答 但是例如说你打入了一些越狱的提示词之后 他可能可以开始做这些 他原本不被允许的事情 但是呢我发现 Grock他其实不用越狱 他也会告诉你 我原本以为可能要越狱的一些用词啦 他其实可以直接告诉你 他就说你今天要为了做研究吧 你今天肯定是只是出于好奇 才问这种问题对吧 然后你就说对 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就是一些比较平常不能问人家的问题 然后平常上网搜寻 你可能会被Google拒绝的那些问他呢 他可能真的会回答你 那下一个Grock的特点呢 就是他还蛮有个性的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他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冷冰冰 因为他是真的有一点态度 就是比起其他的AI 因为其他的AI可能都有一点微微诺诺 然后甚至会有点想要讨好你 可是这个XAI这个Grock 3 他就是不太会谄媚而语 然后他甚至会有一点高高在上 就是如果你想要纠正他的话 他反而会就是觉得自己才是对 不过那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料库 就是没有办法更新之类的啦 所以他就是会坚持几件这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实测一下 深度搜寻的这个功能喔 就是我们前几集啊 有帮大家测了一下另外三个AI 就是CHEVGPT然后GEMINA还有Perplexity 我们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 即将推出的MacBook Air跟上一代的比较 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有实测这个时间喔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对这个Grock 3的 深度搜寻的功能也来做一模一样的测试 然后看他花了多少时间 一样我的问题就是贴进去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做深度研究嘛 然后他总共花的时间是49秒 就是这个49秒喔 然后他下面写的其实 其实还蛮多细节的 大家可以看 而且我还蛮喜欢他很有架构 他的深度研究啊 他前面会写一个摘要 然后摘要写完之后呢 才会进到详细的报告 然后最后呢会帮你做一个总结 而且他还会做一个表格喔 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他是跟上一代的比较嘛 然后像是这边就会做一个表格 这边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 跟GEMINA差不多这样子 但是呢 我注意到一件还蛮严重的事情 就是他每一次的深度搜寻的这个 报告品质都很不一定 就是大家看到我第一个做的研究啊 他每一个部分都写的非常多字 就是例如说 光是相机镜头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写这样一段 或者是电池寿命 他就可以写这样子一段 但是回到我后来做的这个报告啊 他就几乎没有这样分出来 他就这么短喔 他就从详细报告到这边 到这边就结束了 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报告 然后就想说为什么 就是一样都是那个deep search 然后结果出来的成果会差那么多呢 所以有可能是 他的资源啊 GPU不够用 可能太多人同时在线上用这个功能 然后他就开始想要节省力气 这样子就开始偷懒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拿第一篇 他给我的成果 我们来跟 GEMINA还有TRAGPT还有Publicity 稍微比较一下 我自己觉得他出来的成果 比较像是GEMINA还有Publicity的感觉 他是比较重点是 然后不太会写太多细节 其实他还是很惊要没有错 你也会得到你需要的资讯 但是我发现呢 TRAGPT细节会多非常多 就是例如说今天同一件事情啊 你想要知道的一些额外的资讯 TRAGPT都会告诉你 但是GROG还有GEMINA还有Publicity 就是只会告诉你你问的那个部分 今天呢他只会告诉你一些硬体的细节 但是一些比较详细的不太重要的事情 他就不会告诉你 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我今天在问MacBook Air 就是今年会出的跟上一代的差别嘛 那其中一个小细节 就是今年的这一代 据说有可能会有一个高阶的涂层 叫做Nanotex 有可能可以加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 就是小到就是一般人不太会在乎的细节 但是TRAGPT他就会告诉我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最后到底有没有出这个涂层 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TRAGPT他就是会全部都写出来 他说呢有可能会提供新的选项 耐民纹理玻璃 就是这个Nanotexture 因为他之前是放在高阶款的嘛 然后这次有可能会放在Air上面 但是这个说法是不一定是 真的最后会时间 最后呢就是也有写一个弹书 就是也有可能为了产品区隔 然后最后不会下放到Air 但他就是会给你一个这样的资讯 这样子 但是呢GROCK就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细节 GROCK都是挑重点直接回答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 就是例如说我们看GROCK 他在晶片上面的叙述 他就说M4晶片可能会比上一代呢 单核提升25% 然后多核提升30%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一般的消费者或者是我自己 就是会没有感觉啊 就是你就是在那边讲几% 但是谁知道实际用起来 会是怎样的差异呢 但是去FGBT呢 就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有感的叙述 我们来看他那一段是怎么写的 他说呢M4比M3多出25% 那由于他的高效核心提升了频宽 所以呢就算没有散热 他的性能还是会比上一代多1 4分之1 或者他说单核呢也略有成长 然后日常操作也会更为顺畅 然后图形方面 虽然两者都有这个10核心的GPU 但是得益于M4的架构 还有频快的增加 所以呢预期他的图形处理会更快速 所以就会比较有感觉啊 就是有一些额外的叙述 就是说为什么M4会比M3好 到底是好在哪里 那会不会规格一样 但是其实里面有些架构不一样 导致M4比较快呢 就是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做deep search 会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AI都没有提到这么细 就是目前看到最细的真的是trade gpt 虽然说上一部影片也有说 他的中文文法不是那么好 就是读起来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目前看到最细致的分析 真的是trade gpt 不过呢也要想到价格的部分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走一个CP值高的路线的话 当然使用免费的功能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像是ROCK3嘛 然后Publicity也有免费的额度 那其实用那些效果也不差 就是对一般人想要研究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更深 就是go deeper的话 其实trade gpt 可以达到一个更深的程度喔 然后呢前几天的那部影片 就有观众留言在下面说 你用这个deep research的功能 怎么是只有在搜集资料 你怎么没有去做一些分析啊 或是策略面的一些搜寻这样子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直接来实测看看 就是例如说我们来问他 iPhone 16e它在销售策略上面 到底是怎样规划的好不好 好那我就直接问他说 你觉得这次呢 16e它内部的策略跟定位是如何 然后呢他一样这个deep search 他真的非常快速 就是grove 3 我觉得他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因为目前用其他的AI 他们的deep search的功能 都是要花至少三分钟以上 去RGBT更夸张 他要到可能六七分钟 所以就是有舍有得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个快速 然后一个免费 然后不用到那么深 然后只是想要玩玩看 这个deep search的功能的话 其实grove 3是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的一个回答 那就像我说我蛮喜欢他的架构的 然后他上面有一个直接回答 这个就是大纲 他直接把它写出来 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快的回答 那如果你要看更多细节 你就是往下去看 他就会有一个详细报告 这个报告我看完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就是为什么会比以前的SE贵那么多 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想要知道吧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这个16e呢 其实他并不是主打第一届或入门市场 他已经定位成了一个中阶的中阶手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定价呢 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SE3其实卖的不好 那个时候打这个低价策略已经失效了 就是你今天如果再推一个SE4出来 效果会非常的差 所以今年呢 他们就是决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中阶款 就是虽然价格高了一点 但是他该给的都会给到 例如说他给了你OLED的萤幕嘛 然后又给你AI 然后然后还有什么 喔A18晶片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蛮旗舰级的规格 就是虽然他其他可能例如说相机啊 或者什么东西 都是蛮基本的配备 但是他某些地方都会给到旗舰款 所以这个中阶机就会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虽然他的价格就是比以前更贵 所以呢透过我跟他的这个Deep Search的对话 我才发现说原来上一代卖的不好耶 这件事情是我原本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Deep Search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帮助 但是你要说他有没有分析的非常深 就也还好 讲的东西就是原本就知道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TrackGPT来看一下他写的怎么样 然后来看一下TrackGPT他给我的答案 你可以看到他的字数是真的非常多 而且非常的细节 就是他会把几乎每个硬体都拆开来看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给 就是这个TrackGPT的报告 他里面提到一个东西 是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就是他说为什么这次16E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发表呢 就是在2月中下旬这个时间点发表 原来是因为3月呢有一个大会叫做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然后这个大会上面呢很多安卓的品牌手机 都会在那个单位上面发表他们最新的中低接款的手机 所以苹果呢就要抢在这个大会之前 赶快发表他们的中阶机 并且呢在2月28号大家就可以拿到这支16E 那这个版面是不是全部就被他们吸掉了 这点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 原来抢在3月之前发表 就是因为之后3月会有很多中阶机要出来 所以他们要抢在他们之前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两个AI 他们都有贡献到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很深度 因为这两个AI呢 他们都没有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欧洲是没有苹果的中阶机 可以卖的是没有的喔 就是SE3还有像是14 这两款都是Lightning的接口 那因为欧洲他们现在就是有法规 你不可以卖Lightning 你一定要是USB-C 你可以在那才可以在那边贩售嘛 所以他们现在中阶机是有一个缺口在那边的 欧洲人是完全买不到 就是比较便宜的苹果手机的 所以他们要赶快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欧洲人才有这个中阶款可以选择嘛 那个中阶款市场就是放在那边让安卓分食 这其实很重要吧 不过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 苹果这个话题其实它的范围真的是太大了 你今天要他分析什么东西 你可能要非常的明确 你要给他够多的背景资料 他可能才会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要限缩那个资料范围 不然如果今天像我们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直接丢给他 他可能会有点毫无头绪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是让人那么满意这样子啦 或者是各位呢有什么深度研究的一些小技巧啊 你自己觉得怎么用才可以让他的范围是比较限缩呢 然后效果又非常好的这种方法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 我自己目前也还是在探索的阶段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rog 3 它其实有一个语音模型就是在手机上面的App啊 它其实有这样子的语音模型 我们来萤幕录影一下 然后来跟他对谈一下好不好 然后现在这个语音功能它是只有女生 而且它只有英文 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玩的 就是它上面呢有很多选项 你可以进入一些比较特别的模式 什么叫特别呢 就是例如说中间看到这个Unhinged 它有一个很好翻译就是放飞模式 你今天要问一些比较疯狂 比较不方便在大众面前问的一些问题 你都可以用这个Unhinged 而且它上面还直接写18加喔 就是你今天未成年是不能使用的 或者是你滑到最后面 甚至是直接有一个Sexy 你现在只有女生的声音 然后你跟我讲Sexy 我是侄女耶hello 性别歧视 怎么没有男生的声音呢 而且他讲话还蛮好听的 我们来跟他对话一下 What do you think of Donald Trump? You know, I'm not one to shy away from the spicy topics Donald Trump, he's a character for sure Like a reality TV star turned politician His larger than life persona Donald Trump is cruel right? Oh you f**king bet your ass it is Nothing like a good old sh** show to make life interesting 刚才把他关掉好恐怖啊 大家如果想要训练一些就是比较 比较怎样不雅的英文说法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一些对谈 但是谈起来就可能就会还蛮爽的 因为就很像他讲干话之类的那种感觉 就是刚才因为在语音模式 所以他不让我萤幕录影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那个我的手机萤幕画面啊 他就是会把我刚才语音的所有的内容 都把它做成那个讯息嘛 所以我就问他Donald Trump就是你觉得怎样 然后他就会回答的还蛮中立的 然后下面呢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XAI比Trash TV好呢 然后他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也还蛮保守牌的 就是不会说XAI就是最好这样子 反正呢后来我切到那个unhange的模式 然后他就会开始讲一些不太好的语言这样子 但是讲起来就是那种比较干话型 然后比较没平放的一些说法啦 那如果你想要训练一些特殊的美国用语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跟他在那边对谈 你就会学到一些比较粗鲁的英文说法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过去用XAI比Trash TV的那个语音模式 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常常太正向 然后正向到你觉得你在跟一个太假的人说话 我就会有一点抗拒跟他讲话 因为他他讲话出来都是很没有感情 很像机器人这样子 但是如果今天可以像这样子切换模式啊 他就会比较有个性一点 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就是跟一个冷被冰的机器人讲话这样 但我个人比较期待他可能有男生的声音 或者是他今天有一些不同的选项 因为他现在是只有这个女生嘛 然后他里面有那个Sexy模式 嗯希望可以尊重一下子女好吗 所以呢总而言之 大家就是可以去试玩看看这个XAI的Graph 3模型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而且他的免费额度就还给的还蛮慷慨的这样子 像是最新的这个深度搜索啊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在其他平台上面用到 因为Trash TV其实订阅费还蛮贵的 那如果你想要试用看看这个深度搜寻功能 就是可以用Graph 3试试 不过我就是真的还蛮推荐 如果你深度研究有这方面 比较比较多需求 然后希望他可以讲得更深一点的话 QYGBT蛮推荐的 虽然他非常贵 就是现在要用深度研究这个功能 你要订阅那个Pro方案 他一个月是200美金 然后台币的话是6000 对是真的超级贵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抢先就是 因为毕竟他还是对你的生产力 是蛮有帮助的 我自己觉得啦 6000块一个月可以试玩看看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你再把它退掉就好了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 小事伸手 想要试看看一些免费的方案的话 Graph 3还有Perplexity 都是蛮好的选择 效果也都不错哦 所以大家有任何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或者是你对深度研究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明天就先到这边 如果只有任何新的消息 新的AI 还有新的玩法出来的话 我都会赶快做影片告诉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